我是春春,一名視頻導演 今天我來做一道左飯右下酒的乾邊四季豆 首先去除四季豆的頭尾和筋 把它掰成段 我們不用刀切是為了保持四季豆的纖維 薑、蒜切末 乾辣椒切斷 五花肉也切成肉末待用 做這道菜要用到碎米芽菜 使用之前先將鍋燒熱 然後調小火 放入芽菜慢慢備乾水氣 接下來進行四季豆的預處理 熱鍋起油 調中大火 油溫漆成熱時倒入四季豆 保持大火 不斷翻動 逼出四季豆的水分 直到鍋內水泡變少 四季豆表皮變得翠綠 微微起皺後 就可以撈出來 瀝乾油份 接下來 定起油鍋 中火燒至四成熱時 下肉末炒至乾香 下肉末炒至乾香 立去多餘的油 然後放入肉末 薑蒜末 乾辣椒 花椒和芽菜 炒勻 可以加一點點生抽 將芽菜炒出香氣 炒至肉粒分散 再把炸好的四季豆倒入鍋中 轉中小火 煸炒入味 這時加一點鹽 翻炒均勻 慢慢煸 直至鍋中的水氣完全收乾 最後淋上一勺香油 就可以關火出鍋了 在挑選四季豆的過程中 一定要挑那些顏色比較碧綠的 然後不會發黃的 然後手感捏上去的時候 比較飽滿的 這樣含水分的量比較多一點 豆類 四季豆也好 扁豆也好 在焯水、過油 或者是煸炒的過程中 一定要注意用高溫把它煮透了 因為它含有的燥素和豆素含量比較高 如果不把它煮透的話 容易輸中毒